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特报 你们认为世界末日会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距离末日还有多远 很多人认为今年非常有感 因为全球气温急速升高 国际间的情势也紧张了 还有再加上地震不断 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变了 是不是距离末日也越来越近了呢 一位知名的保佳丽雅 预言家 盲眼龙婆八八万家 大家耳熟能详 她12岁的时候意外失明 但是她透过御之梦 在生前留下了5000多则预言 不过这些预言只到了5079年就停止了 有不少支持者认为 这一年就是世界末日 而她的复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因为在过去盲眼婆婆 预言了许多全球重大事件 还真的都应验了 像是美国第44任总统 会是一名黑人 还有戴安娜王妃去世 以及南亚大海啸 美国911恐怖攻击等等 还有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 就连盲眼婆婆自己的死期 也精准预言了 但还是有出现失误 她曾经说2022年虚拟世界将会取代现实生活 以及西伯利亚爆发超级病毒等 这些都没有发生 不过支持者认为 她的准确度是有高达85% 所以不少人相信 5079年这个末日时间点 认为人类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2000多年 不过除了预言家 以宗教的角度来看 圣经上也记载了很多的末日预言 里头清楚提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会发生大地震 还有饥荒 文艺战争 再来是天象会出现异常 经文写到日头变为黑暗 月亮又变为险 真的从2014年开始 多次出现了血月 那所谓的日头变黑 也就是日全时出现了很多次 圣经上还提到会有假基督的出现 声称自己是神派来拯救人类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Netflix有部纪录片 以神之名 这是邪教教主打着福音的幌子 假借宗教权威 实则是为了性侵女性 把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等等 很多的邪教都是这样子 而关于末世 圣经也说了 以色列会复国 那以色列就真的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 这些迹象让不少人深信 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末后的日子 但是末后世代也总有个尽头 圣经中提到最后七年会有各样的大灾难 有七印灾七号以及七晚灾等等 这连续21个灾难肆虐 我们来看看七印灾包含了敌基督 战争饥荒瘟疫还有大地震 那七号灾呢是会有袍子和火毁灭地球上的所有植物 还会有流星撞击海洋河流 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天昏地暗 再加上蝗虫的折磨 那最后是会来到了七晚灾 会带来毒舱以及海水都变成血 最后甚至连饮用水都变成血 导致我们没有水可以喝 而且太阳的灼热程度就像是在火烤人一样 其实现在夏季的气温体感温度常常就在40度以上 你可以想象末日的温度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两三倍吗 真的是非常痛苦 那里头还提到说会经历世界大战 以及更多的大地造成所有的国家城市通通倒塌 到最后全球会有三分之的人口死亡 很多人觉得以现在的生活环境好像有一些前兆了 破防了 但其实过去也有不少人预言世界末日 但最后根本没有发生 像是玛雅人预言了2012年12月21号 这一天会是世界末日 当时大家都深信不疑 因为玛雅人前四个预言都实现了 那是什么呢 古代玛雅人就曾经说了会出现飞机啊 汽车还有预言希特勒出生和死亡的日期 再加上呢 两次世界大战 还有玛雅文明的灭亡等等 这些都实现了 所以不少人相信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 那当年呢 其实我还是学生 那当天我就记得说 有不少的同学都请假了 甚至是直接翘课不来 或是很多人也上班请假 就是希望在12月21号 世界末日这一天可以陪陪家人 那其实这几年呢 更衍生出了世界末日的社会氛围 但也带动了不少商机哦 美国就以此为题才推出灾难电影二零一二 在全球收获了七点四亿美元的票房 那当时呢 台湾乐团五月天 在二零一一年巡回演唱会 也就以挪亚方舟为听 仅扣这个末日话题 以斗别离别的曲风为主 那其实在台湾 还有曾经轰动一时的五一一末日预言 这是难投一名王老师 他预言在二零一一年的五月十一号 会发生十四级大地震 台湾将会列成两块 还说有提供了两百多间的货柜屋 当成避难地点要民众去购买 不过就真的有人受骗上当了 跑去买他所谓的货柜屋 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 到底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们真的不得而知 所谓的预言要当心了 别轻易相信 不过或许等到哪一天 真的有未来人出现 可以来为我们一起 揭开这个神秘面纱 以上是这节的新闻特报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主播